我和老公现在的婚姻状态存在很大问题 他现在对我态度很冷漠 也不关心我和孩子们 好像这个家就是他的负担一样 我每天在外面工作真的很累 回到家我很希望我老婆可以理解我 能给我多一些保隆和自由 但是他总会拥有一些怂合的缩事和保障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他理解我 有请这对夫妻有请 华先生40岁来自河南电动车售后 有请黄女士36岁来自河南个体 有请黄女士有请 结婚14年俩娃的妈了是吧 今儿是来诉诉苦抱怨抱怨 还是要请老师们修理你先生 还是说打算跟他分开 我肯定是想让各位老师能修理 就是把他警醒一点 日子肯定是还想再过 但完全取悦于他的态度 态度不好不跟你过 害怕不 害怕 来吧说吧让他改什么呢 就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很阳光 特别爱干净 但现在我感觉根本就不注意一点形象 特别邋遢 如果我要是不催的话 他裤子都懒得挂 衣服更别说了 以前上门事件不太忙 恐惧的事件打理这方面东西 现在上门累 事件一畅 你挂个护子能用多长时间 我都想不明白啊 换个衣服衣服 我都拿到你的窗头去 就放在你的针头边上 根本都不用你动手你就换一下 他都懒得换 哈哈哈哈 工作性质不一样吗 衣服啊 你洗干净 到那上门不到半个小时就够咱了 没必要一两天就要换一次吧 我又不用你洗衣服 就让你换个衣服呀 你换个衣服你就推三都四 反正你干的事情吧 他老感觉啊 抢家给他样的 你让我忘东 我就是不忘东 你让我干啥 我就是不想干啥 还有什么呀 从来不打扫家里面的卫生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 他脱地 五次绝对不超过 那你们家的地都谁拖呀 那肯定都是我拖的 你也别拖呀 咱们有时候冷战的时候 我坚持一星期 我说我也不拖地 他根本都看不到脏 他无所有原因你知道吧 哦 他的感觉就是得得垃圾游泳过去 他才觉得这才算脏 在垃圾堆里游泳过去 这才算脏 不是啊 你看我早上七八天都出门上门 不安的话 九天十天到家 白天一天夹了也没认 那个地没必要 每天都拖吧 我白天一天也是不在家的呀 我也是晚上回来 只是一般情况下 可能会比你回来早一点 那脱地啊 媳妇干啥 都是我晚上加班做的呀 我就是晚上耍席 手上屋子都倒了 两三天 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那又不是偶尔一次两次 你都说了 你不需要每天脱 衣服不需要每天换 你老强迫每天换 那不是增加你的工作量 哈哈哈哈 那饭我觉得也不用每天吃吧 以后两天吃一顿饭也行吧 但早上几乎就路上吃 有时候不吃 晚上回来五晚八九天 十二天 你这一天在家一丢一顿 你这通通肚子 给你的烂糟借口也好不好 哈哈哈哈 哎呀我去年的时候 买了个洗手吃 夏天没回来 冬天的时候他还没给我装 但他朋友如果叫他干个啥了 烹调锅堵了呀 或者是人家洗衣机 干键不太灵啊 或者干啥 他加班全部都能做呀 我觉得我们家的事好像跟他都没关系 为啥呀 朋友嘛 一般没啥特殊为难事 一般不会麻烦你对吧 啊 既然张开罪了 就是听着急了 啊 家里面是吧 前天都有事件 老干净是这样 那你拖也不能拖这么长时间好不好 再说平时我要能做的事情 一般我都做了好不好 这个时候实在我装不上去 我不知道你到底咋想嘞 主要还是全一部分工具 我得就 你别找借口 你就是没行 那这个也不再说 还不再说呢 就是我对味道比较敏感 我不喜欢鸡蛋的味道 就我们家打鸡蛋的话 我专门一个碗 他一年做饭 十次次肯定不会超过的 还包括他自己做方便面 我就跟他说一声 就是大鸡蛋一定把碗分清楚 就这一件事情 他从来也没记住过 碗嘛 洗干净了你防啥不行 小时候在农村那时候一个碗 盛完菜盛完糖 盛完别类的东西 现在碗多呀 也不是说就那一个碗 或者就那几个碗 根本都倒不开 现在都能倒开 我就是不喜欢那个鸡蛋味道 这是一件事啊 因为有些人是鸡蛋过敏 您到底是过敏 还是不喜欢那个味道 就觉得那个碗 打完鸡蛋以后 洗不干净腥气的粉 我是不喜欢那个腥气 家里边碗也多 我每天忙得嚼头懒得了 我回家能分享 那个是那个 那个是那个 那个碗专门酒 单独放到一边了 你根本都没有用心 甚至我觉得你怎么可以 不是他一年做 还不到十次饭 犯错误也就犯十回 是吧 这个虽然是生活的细节 但是能看出来妻子 对丈夫特别的不满意 对孩子好吗他 一定是不好 连孩子今天多大 我估计他都不知道 孩子多大 老大 十几岁吧 十几啊 还真记不太行 老二呢 老二应该有八九岁 天 那生日呢 生日得问他妈妈 全是不记得 我都说他没心了吧 八门第二个认识 从认识现在已经快二十年了 他从来没给我过过一个生日 他哪天生日啊 四月份吧 几号啊 几天哪一天没人下 我的天 有我 我从小这个家庭那个成长环境和生活去玩 我小那时候家里几乎不过生日 就是了不起就是给猪哥鸡蛋就完了 九首那是你自己 现在你每一年过生日 从两个人认识到现在 除了中间 咱俩闹比较熊那两年 我就故意不给你过生日 哪一年我都拉过你生日啊 像蛋糕呀 挂护刀呀 或者是皮带呀 或者是钱包 每一年都没拉下过一次 千年打千年记不清 这不是给你卖过一次蛋糕吧 你啥时候卖的蛋糕 他就在我对生活那么一点点 希望的时候 我跟闺女还要和咱们三个人 那天就过生日 我吃一方便面 因为我实在不想再做饭了 第一次带孩子吃方便面 然后他坑着九天多回来吧 就把那个蛋糕卖回来以后 往桌上一蹲 一句话都没说 他过后还埋怨 他卖回来蛋糕 俺们都没有标识 都没人吃 他还说了一大堆理由 那你的蛋糕 你是死为了还咋子 你哪天买蛋糕 说明你还知道那天生日 对吧 你能不能早上起来 发个生日快 你再忙 我不缺那点礼物 我实际就想 你说一句话 我想你能叫我感觉到 你记得我 你两个生日快乐 从来都没发过 叫我感觉就是 你压根心里真的就没有 我一地儿一死一毫都没有 咋说了吧 你说我这农村孩子吧 人家说那话 仪不大 你多干点活 多挣点气 你看 就完事了 你多干啥活了 我也工作 你回来家里 你也没干过一地儿啊 我问一句啊 你们谈恋爱的时候 他会说 我喜欢啊 我爱 或者生日快乐 这种你想要的甜言吗 没 那你不是也嫁给他了吗 我以为会慢慢感化他吧 因为我会被他说 感化他 我以为 你最起码会 找红楼花票吧 明白 我不说爱一定要对等吧 我给你一百分 你换我一百分 但最起码我感觉 你换个 十分二十分 应该是有了吧 但是他给我的感觉 一分都没有 有些人可能他这个真是 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不是他不爱啊 那他这个 会陪您逛街什么的吗 快二十年了 我已广过你此街 不死不广街 本身我这性格 不闪唱广街 那我又不是天天给你广街啊 或者是在每周都里去广街啊 我觉着我广 给他 我给任何人广街 我觉着我都是多余了 大比方给他一块 他卖衣服 他老问你 这个好不好 合适不合适 嗯 不知道 那你对一码看一眼吧 因为家里衣服搭配各方面 都是他一手草版的 我不需要关心这一块 不知道 你不说吧 他还不开心 那你老婆穿什么好不好看 你不知道啊 你喜不喜欢 你不知道啊 那个标准不一样 你说我觉得这个风格 哎呀有点不太合适 那我就喜欢这个 我肥卖 哈哈哈哈 那下一次你就不说了 那还挺后了 那就掰吧 你关键连看都不看一眼 你说行 我到底哪个后看 你要都行 他关键是偷偷 不得推一下 就这样说 嗯 辛苦了把钱挣回来了 也都交给你了 就是你喜欢啥 咱就麦就行了 你别别别别别再我摸了 那没有 那你说钱又可以摆一切了 是不是啊 钱都会整 好不好 我只想你有份心 振多年了 勾里 想咱俩一块出去看看 也不说肥的没 我只想想你 叫我感觉到 你也挺在意的 最起码感觉吧 你会陪陪我 我想说这种生活琐事 你们可能会 说几天也说不完啊 在刚才的这个聊天过程里面 我注意到一个问题 您说到了有几年 你们闹得很厉害 为什么闹啊 那几年 17年我可能念一定比一点 然后时候就开始 过去就是碰水 一碰都烂一碰都烂 我那时候烂的 真得超级厉害 孩子都知道 周六周日和我儿子刷了碗 我闺女拖底 因为孩子都说 妈你手看了 真可怜 她压根都没有看 嘴起妈你分了一下 我做完饭以后 你嘴起妈刷个碗啊 她喵 她只会嘴上刷 你放她吧 明天我刷 还等会我刷 这一等都 根本都没结过了 那就被这件事 闹了一两年啊 这件事 我感觉它就是牙丝骆 最后一根稻草 然后你们发生了什么 就冷战 我们两个也不会 马甲或者打架 干啥的 你们的冷战是什么 不说话吗 对 就不说话 有多久 和几个月吧 有人提过说 离婚不过了吗 我说了 她什么态度 她你想了一种力呗 那为什么没离呢 不舍得呗 你不舍得 那最后怎么又好了呢 也没完全好 我感觉可能就是 时间可能是 最后留伤要吧 我留伤吧 两个人不管再吵架 或者我再生气 她从来没哄我一次 我感觉她们 彻底窝了就是说 其他的事 我们可能能找出一些解读了 但这件事 我就不明白了 什么叫想离就离啊 不是 就是如果她当时 要真跟你离婚的话 你会同意 对吗 那那那那 那个时间段 其实也挺忙的 那天 谁的事不忙呢 就是你现在给你 所有的行为的解读 只有一个 就是我很忙 那至少说要离婚了 我的家要没了 对吧 我不离啊 我的态度 反而不是无所谓啊 从结婚十几年 一般她提出了所有意见 不管我能接受 我不能接受 我一般都是攒痛的 她想让你对她好点 你为什么不对她好呢 她想让你跟她说一句 生日快乐 你为什么不说呢 她想让你记住 两个孩子的生日 在生日回来的时候 给孩子一个笑脸 你怎么不做呢 不是不做 害怕 因为 怕什么 比如说我答应 要回去给她过生日 或者给孩子做生日 但是 会有很大的可能性 到那时候 我临时有事 没办法去 做不到 没办法去 晚上回来接着过呀 第二天补过呀 知道有这个 礼拜六礼拜天 只要闲暇的时候 提前过呀 没有礼拜六 我这个工作甚至是 没有礼拜六礼拜天 我一个月 最多有两天休息 那两天休息就够了呀 两天休息我还要 你不至于的 按你的说法 你不需要家呀 你只要住在你的那个 维修车间就行了呀 确实是这样 就是你会觉得 这个所有人都是闲着的 所以才有这份心情 是吧 因为我感觉 她的工作时间 要比我自由一点 所以就是 她早上几点上班啊 她没固定了 她因为自己开销点嘛 那她几点上班呢 那我不知道 你们俩的谁的收入高啊 差不多吧 那你干嘛那样呢 说明你能力差呀 人家还带俩娃 你带吗 不带 对啊 她要开店 她还要带娃 你们俩收入还差不多 家务还做了 她要你干嘛 确实死 就前面你听还能听听 有很多老公都这么懒 但是老婆都说 我不跟你过了 但是你不过就不过吧 这个特别含人心 然后她所有的这个脉络解释里面 只有一句话 我很忙 其他人都是闲人 就像曲伟这种 已经闲死了 天天没事儿 老跟老婆说情话是吧 都不知道怎么想的 这个听不 哭啥你过不下去 他再继续走吗 这位置都和档次耍哪个时候 找 自己就给自己找 那你就告诉我们 这个男人还有什么优点 之所以对他这么愤怒 是你描述的这个男人 让我愤怒 那他还有什么优点 你说吗 没打过架吧 这应该 没打过架很正常啊 这年头谁老打架啊 没拌过嘴 那是因为你们冷战了 比拌嘴还可怕 还有啥优点 而且快习惯了 你快习惯你就习惯去呗 你干嘛还要留一点 觉醒的火花呢 你心里是不是觉得 他永远不可能离开你 可能我是想法错了吧 你啥想法 可能这多严 我就感觉到 毕竟我弄的也不如他嘛 我辛苦一点 多花点时间 多挣点钱 让他来其他方面 能和他族边这个朋友 更详尽一点 幸福干回好一点吧 幸福干回好一点吧 他要这个吗 他要再回这个 他嫁你干嘛呀 哎呀 挺着挺难受的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娟 这就是典型式的 上午是夫妻 你已经活成了家庭的负担 没有成为家庭的担当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这位女士 二十年了她没改变过 你指望今天她突然顿目了 她能改变吗 所有娇生惯养的孩子 懒惰的孩子 背后都有一个为她操碎了心 宠她灌她的父母 在家庭婚姻当中 夫妻之间也是一样 所有的懒老公背后 都有一个灌着她的老婆 你已经灌了她二十年了 你今天说我不想灌你了 你要独立你要担当 这也很难 今天她在这里 她愿意跟你来 说明态度上有松动 她能听进去 回去改是你的福分 她听不进去回去改不了 你就继续再宠了她 你们就是这样的一种婚姻状态 其他的我也没什么好多说的 好吧 你分不了也别分 好吧 谢谢周老师 来小康 作为一个女人来讲 我们要男人至少有三样东西 第一个他要有心 第二个这个男人 至少对这个家要有脑 第三个这个男人 对这个家要有热情 这个热情是要有血性 我一直会认为 一个好的男人 当妻子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能冲上去保护 虽然现在不是那种 我在外面 随时都会遇到危险的时刻 但是作为女人来讲 我们特别要的 就是这个男人 在我遇到危险的时候 能冲到我前面 帮我当一堵墙 可刚才我听到的是 你的太太 手都已经难成那样了 你居然视而不见 你心里的那个血在哪呢 对于一个人来讲 如果这个人 他不会 我们可以教他 如果大佬不够聪明 没关系 慢慢学嘛 但是没有血的话 我会觉得 这个人就没有了热情 你跟他说什么 他都是一副冷漠的样子 所以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 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 可能是你的问题 你不会教 你不会血 我觉得你不会教 是我听到的 这十几年来 你天天只会抱怨 你没有教他应该怎么做 比如说今天你回家 必须买一个蛋糕 今天你应该几点回家 今天这个卫生 你必须打扫 每天守着 就像老师一样 守着他去做也好啊 你只抱怨 你只说我好惨 我好苦 我好痛苦 然后你不跟我说我爱你 你不要这些啊 你要他做事就好了 事情也没让他做 你也抱怨了 甜言蜜语你没有听到 所以对于这位女生来讲 你到底要什么 你现在要是好好的 学会去教他 还是要好好的 重新选一个人 不要在那儿犹豫 犹豫只会让你自己痛苦 所以要不学会好好去教他 要不学会重新选择另外一个人 而对于男生来讲 唯一有一点 如果你觉得这个女人 值得你珍惜 这个家值得你守护 把你的大佬用起来 别废在那儿 把你的血热起来 当你的血都冷了 这个家就冷了 谢谢小冯老师 来 许总 男生你其实对现在生活 是不满意的 你觉得生活 根本就没有目标 对于你来说 你在过度地弱化自己 你心里很孤独 你特别的不自信 所以你才用 忙碌的身体来逃避 你应该真正去想问题的思考 你甚至于不给自己 你有意识的 不给自己思考的时间 我的生活的目标在你呢 我们的生活日子 怎么能过得更好 用逃避来解决所有的问题 你甚至于逃避 对他的你们感情的互动 内心极其构独 或者说你很空洞 别过且过 当我们对自己 没有要求的时候 我怎么可能对生活 对另一方有要求呢 你不修蝙蝠 你说我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是好看的 这样也行 那也行 就离婚也行 你说的所有东西 我都是同意的 对吧 跌近二十年 对吗 所以你自己的要求在哪里 如果一个人 对自己没有要求的话 你的日子 当然过得如此之不堪 为什么这样 你找不着出路 因为你根本就不去找 你懒得去找 明白吗 所以你妄图用一种 忙碌的时间 忙碌的疲惫感 来逃避真正应该去做的事情 那就是思考 你先要思考自己的人生 你才可能 想求自己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你才可能给到对方 一个美好的人生 就点说让你教他 但是听得懂吗 因为他内心在抗拒他 你居然不知道孩子的岁数 在孩子生长当中 你根本就没有起到什么价值 所以兄弟 这么过 你不仅把这个家给拖来了 你自己也会走向末路 真不要那么忙了 我告诉你 因为你忙的没有目标 那是瞎忙 去好好停下来 想一想日子未来怎么过 你要过成什么样子 多思考好不好 走走心好不好 否则你就成为一个冷漠的人 因为你对自己就是一个冷漠的人 你不会爱自己 你怎么可能爱别人 问题是逃避不了的 好吗 好 你呢 说再多 对他就是没有用的 让他自省 给他一点压力 不要他不管什么事都你做了 他不问你 你照样这个家也在 明白吗 给他压力 给他动力 给他思考的时间 明白了吗 就这样 谢谢曲总 陆琦老师 当我们发现 我们在一个情感世界里面 别人对我们有情感诉求 而我没有办法去回馈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自己需要改变 当我们看到自己身边那些亲人的痛苦的时候 我们至少要知道 我得去治啊 我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列一张表格 是一个日历 首先孩子和老婆的生日都写上去 然后给自己规定 每周有那么一天或者两天 去和自己的亲人进行一些情感的交流 陪孩子聊聊天啊 带老婆出去逛一逛 哪怕去个公园呢 偶尔去看一场电影啊 这些东西是 你现在是觉得没有必要 是觉得这个东西我有什么用呢 不需要你觉得有用 这是训练 你就把它当药吃了 你就算是个工具人 在这个家庭里面 你也把这个工具人给当好了 你这个老婆跟了你14年 给你生了孩子 有孩子叫你爸爸 你就把自己当个工具人一样去用起来 其他没什么可说 就这样 哎呀 谢谢葫芊老师 你朋友家里有事你着急吗 一般都急 一般 你不也给人急急休息了吗 你们店就你一个人是吧 包打天下是吧 就说起来就 那个借口嘛满满的 根本就是不想 想不想过呀 不想过别过了 这种人你留着干嘛 就你跟寡妇有什么区别 我不相信她不懂 我不相信她不明白 我就觉得她不善良 这个人 嗯 会去多听思维老师的意见 就是 我没意见 我的意见是离婚 那个我尽量保持不离婚 你保持不离婚 你问她 你看见没有 对于有一些人态度要强硬啊 一起见识真情都是没有 还说话 结婚这 一二十年 几十年你确实在家里挺辛苦的 我确实做的 不能说做的 几乎在家什么也没做 只知道每天下忙自己的 给你增加了很多负担和压力 我依然不忍受 从这儿回去吧 回去 我尽量 多做点 家里面的事 多关心一下 多帮助你一下 谢谢你 我不知道那么 才相信你 谢谢 谢谢老妹啊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 请开门 别哭了啊 这是你的选择 好吗 先生听听陆琪老师的话吧 每周至少要应酬一下老婆和孩子了 你连应酬都没有 你怎么整 接下来一起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